所以佛在经上讲得很清楚 地藏菩萨 地藏菩萨你看 五量节以来 佛在地藏菩萨本愿经告诉我们 说地藏菩萨五量节以来 都是喜欢为众生来服务的 而且他是欢欢喜喜来服务 无论这个众生不但不领情 不感恩不感谢 回头过来来毁谤地藏王菩萨 五地藏王菩萨 批评地藏王菩萨 伤害地藏王菩萨 地藏王菩萨从来没有捨去我们的 从来没有排斥我们 今天如果我们在做义工 突然间有人来批评 莫名其妙 今天有人来骂你一句话 你会不会高兴 会不会 有可能马上会发脾气的 臉吵吵 那个脸像罗叉鬼一样 那个脾气起来了 像罗叉鬼那个脸好凶 计较 你为什么骂我 师父常常遇到这样义工的人 跟我师父 师父 我这样艰难过过你没迷迷没迷迷 你毁 毁门做书 我每一天为这个佛堂做事 那为什么这样对待我呢 我不想干了 很多人就是有这样的 有没有 师父 我过天出义 还出力 这样做的事情 我去做 做这样做的事情 没迷没力 大碎碎碎 天天地为大众服务 但是为什么他不恭敬我呢 地藏王菩萨不是这样的人 而且我们一定要知道他的服务的地方啊 是什么呢 是最恶劣的 最糟糕的 最苦的 我们做梦都想不到 真的 我们连做梦都想不到 那最苦最糟糕的 最恶劣在哪里 六道轮回 六道里面最苦是哪里 地狱啊 地狱是很苦的啊 你看那个地藏菩萨本院经 在地藏经里面 为我们形容 那个地狱的生活 真的很苦 苦到没办法去相容 你看那个婆罗门尼 为了要度他的母亲 到了地狱 看到地狱的人 在那边受苦受难 他不忍心去看 太残忍了 天天被罚呀 不是杀 不是惩罚这个 都是惩罚那个 你去看地藏经 那个很苦 你看地藏菩萨 他说连暂停 你要暂停一下 你都没办法 很苦 我用一个比喻 我们每一个人 在这个生活上 我相信每一个人 有这种经验 一种经验什么呢 无论你在哪一年 哪一日 哪一月 我们每一个人 一定会有经过 有一段 很痛苦的 有没有 我相信每个人 都有这样的经验 你在生活里面 你有几日里面 痛苦 很痛苦 苦不堪圆 像师父 经过很多次 真的很痛苦的 一个月 睡不好 吃不好 那个活得很痛苦 如果没有认识佛法 那我们该怎么办 很多人都是因为 没办法接受 最后自杀 你那种苦 跟地狱来相比 小儿科 佛在这个经上 他有这种比喻 他说有一个人 莫名其妙 早上起来 被了一个人用刀 擦了一百刀 捅了一百刀 莫名其妙 早上起来 被一个人捅了一百刀 这个人有没有死 没有死 送到医院 很痛苦的资料 经过这个资料的过程 你想一想 一百刀 又没有死 那刚刚要回复的时候 又来捅了一百刀 你想一想 苦不苦呢 很苦啊 但是这种苦呢 如果跟地狱来相比 佛是怎么说的 我们看下面 佛在经上讲 这样的苦跟地狱的生活相比 那真的是小儿科 真的小儿科 佛说啊 假如如果今天地狱的苦 能用量 用体积 来衡量的话 就好像比什么呢 就好比什么 一粒微尘那么大而已 一粒微尘有多大 你有没有煮那个小米 你没有吃过小米 那个小米有多大 小小颗 你把那个小米就把它又裂开 大概五十次 它已经够小的 你把它五十次把它裂开 你想一想 那么这么小 而且哦 释迦牟尼佛在经上告诉我们 地狱是怎么样的呢 我们来看下面的 地狱的生活就好比什么呢 像须米山那样大 须米山 须米山很大 我们想一想 地狱里面的生活 是什么样的状况 这样的苦的地方 我们跑还来不及了 谁愿意去呢 你肯去吗 你肯去吗 没有人愿意去的 我今天我把我的财产 全部给你 然后我摆了一个机票 头等舱的 最好的 最高的 我请你到地狱走一趟 不要太久 三个月就好了 你肯吗 不要说地狱了 你用你的手 切菜的时候 用刀 你把它弄一下 伤一下 把它裂开一下 你说 苦不苦 痛不痛 地狱都好像火一样 天天那个火一直烧 那个烧得好热 你看那个地狱就八热地狱 什么叫八热地狱 我们在这边如果火烧起来 比如说火灵 生灵火烧起来 像澳大利亚常常火烧 它的那个热度大概两千度 人一走过去都变成灰尘 地狱的火比这个两千度 几十倍几千倍几万倍 你想一想 你想一想 在那个生活的环境 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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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在那个地方 所以大家 你去地狱 狱 地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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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看一看 我们看下面 最后的 你去地狱 看一看 我相信如果大家有读过地狱 经的人 你就会看得到 我们会发现有一个人 他不害怕 而且 有胆量 他不但愿意去 而且菩萨很奇怪 不愿意出来 那个地狱 人家不想去 那个地狱 他不想去 他偏偏喜欢去 而且不愿意出来 不要出来 跪你 就是 走去 地狱 地狱 你想一想 不愿意出来 为什么呢 因为菩萨体会到 地狱这样的生活环境中 有太多太多的生命 都在保守折磨 很痛苦 他们需要帮助 真的 我们今天看到一个贫穷的人 看到一个人三天三夜 没得吃饭 饿肚子 我可能会持了一个怜悯心 我来帮助 我供养 很简单做得到 但是今天这个众生这么顽固 这么难挑 这么难度 在这个环境这么痛苦的地方 这个人是谁呢 我们看下面 这个人就是地藏王菩萨 所以地藏王菩萨 发什么愿呢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这个就是我们菩萨的奔愿 这个就是菩萨的精神 这个就是菩萨的大慈大悲 所以今天有人跟我说 师父我也要发这个愿 发什么愿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你千万不要发这个愿 你到了地狱 有气无悔 我跟你讲 很多人有跟我说 师父我要想像地藏王菩萨学习 我要发这个愿 地狱不空 事不成佛 我告诉你 你一发这个愿 你斗罪祸 毁不了家 你要发什么愿呢 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 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就学习地藏王菩萨那一种精神 那一种大慈大悲 去度化众生 去救护众生 帮助一切众生 所以师父就是这样做 每一天 虽然我们没办法像地藏王菩萨 那一样大慈大悲 但是在我们的眼前 我们可以将一帮助 想尽办法来帮助别人 看到人家贫穷 看到人家需要帮助 我们来布施 我们来供养 最后我们看下面 所以一切诸佛 一切菩萨 为什么对这一位地藏王菩萨 不遗余力的都在赞叹 甚至于在经上就是赞叹 无量节都赞不完这一位地藏菩萨的功德 你看那个地藏菩萨本眼镜 你去看你就明白了 十方一节诸佛如来 诸佛菩萨 无量节以来都在称赞 地藏王菩萨 从来到现在都一直在称赞 那这一段意思什么意思呢 我们看最后的 我们看最后的 最通俗一点 好比现在 好比又一个比喻了 大家喜欢在这个发达的城市生活 找工作 我相信大家都喜欢 对不对 比如说你在西澳 西澳什么都有啊 澳洲什么都有啊 你要车有车 你要吃饭 你要吃饭 你要喝什么都有 你要交通有交通 反正你要冷气有冷气 你要暖气有暖气 什么都有 你要开车也开车 什么都方便 你喜欢在这个地方生活 对不对 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这样的 但是假如我们也发心 比如说 发心到哪里 我要为社会为国家 为这个大众来做一个共性的力量 为大众来服务 有人愿意到一个偏僻的地方去吗 有人愿意到一个罪苦的地方去吗 有人愿意到一个穷乡 必让的去吗 你愿意吗 我这个乡下没有电 你想要唱厕所 又跑音乐 你想要喝水 你又自己挑水 你想要吃一个东西 又没有交通 你又走路 你想冬天来的时候 你想要开个暖气 又没有电气 你想要很热 夏天很热 你想开冷气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你想要用电脑 没有电脑 你想要吃好的东西 我要吃汉堡 我要吃薯条 我要吃水饺 什么都没有 什么都没有 我想要用手机 又没有手机 又没有信号 这么穷的一个地方 谁愿意去呢 你愿意吗 请举手 没有人 没人要去 你看我们很多念佛的人 比如说我们住在澳洲的 有一天你们出去旅游 到旅游的时候 遇到这个饭店不好 那个服务人不好 车也不好 那个不好 你不会嫌弃他们吗 你会抱怨他们吗 甚至于可能你会说 以后我不会再来了 你会不会 小小的事情 你都受不了 何况像地藏王菩萨那样 什么意思呢 下个星期再跟大家来说明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订阅